內閣改組的問題 當時期成熟的時候 我在跟大家報告 賴清德首度松口 證實內閣改組是在必行 而且過年期間就在布局 大年初次左右 賴清德到總統官邸 跟總統見面 當中有沒有提到內閣改組 格外引發關注 因為跟總統見面 有定期又不定期 所以在我要跟大家報告的時候 我會一併說明 立院先會及下週二開議 傳出勞動部長林美珠 因身體因素想好好休息 部長可能由勞動部次長 蘇立成扶正 教育部長潘文中 因台大校長管中民案 引發爭議 也以個人因素表達辭異 至於老男男為首的 外交部長李大維 恐怕是下一波異動名單 先留著 等到這個台犯關係生變的時候 到時候我想李部長 可能就要打包走人 假設現在不走 哪一天外交出狀況 或者是系統性的崩壞 你會成為帶罪羔羊 由於總統預計三月將出訪 加上三月臺犯邦交孔生變 此時再讓外交部長李大維下臺 就能避免現在換人 新的外長還沒坐穩 就重挫施政滿意度 接替外長人選 駐美代表高朔泰呼聲高 總統府秘書長吳釗謝 則可能外派駐美 2018選舉年 府院聯手內閣改組 要隔園拴緊螺絲 拼正機 既有黃明星人家 遠安小組 台北報導